我們還領位受聽,所以非常謝謝你們 那最後呢,就是請我們的教官來跟大家簡短的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教官他是最累的 因為他要一直跟人一起對各種大大小小的任務 各種大小小的表演 教官都必須要貼身照顧 所以教官的一手觀察也是最仔細的 教官 主任教練,各位新生家長還有我們 原本就是學習隊家長 還有各位的新生,大家好 如果我是新生的話,我會壓力很大 因為聽到教主任講 我才剛考上健中,你要考台大 真的很累 對,我壓力很大 雖然我的年紀有一點 但是我心智還很幼稚 所以說我講的一些話,同學不要聽得進去 比如說 我們是一個116班 那我的心願是 我從二十世界接練習隊 我就有一個心願 能夠成一個獨立的班 今天早上我去116上課 結果 去練習隊班 一半不見了 剩下一半是胡適樂器隊的同學在116 那教官也會說 你們在116 你們胡適樂器隊有什麼感覺 就是大家一直浮水啊 說他們干擾很多啊 怎麼樣怎麼樣 那些人很壞話 然後一年為都不中 重點是 重點是 我想說 校長也是答應我們說 如果我們能夠有三十隻 不是,三十個人 三十個人 來練習隊的話 我就會給你獨立一個範圍 獨立一個範圍 那 當然 他們說起來好像有點像 補習班的說明會 但是我必須說 三十個人跟四十五個人的學習環境 是 totally different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以趴在後面睡覺 可以下課時 對不對 一二一六就是趴在後面睡覺 然後 教室 只有我可以穿鞋子 他們都脫鞋 因為他們把地弄得很乾淨 還不能活走後面 因為把他的床弄乾 對 他的班級的經營 班級的律環境是非常好的 可是他相對付出的時間是非常多 那 我常常跟同學講的計畫就是說 建中樂器隊 沒有什麼的後期 要後期的是 建中家長後裏後裏 沒有建中家長後裏會 就沒有建中運行人 學校行政人員 比如說 我 比如說兩位主任校長 我們能夠出得利出的錢 基本上有限 有限 那 後裏後裏的家長出的錢 出得利 遠遠是大過學校 遠遠是大過學校 可能我知道有些同學 比如說216 在某些 某些 point 會覺得 家長 幹涉太多 幹涉太多 一些 比較自為問題的事情 因為每屆發生的事情不一樣 那 校長會朝一個大的方向講 那我會 講更小的方向 等到教練講的時候 他會講更 detail的東西 比如說 我們出隊的時候 你餵水 家長也是不能餵水的 只有教練還有小弟我 可以餵水 餵水就是 為你們喝 喝水 那比賽的時候 是挑蘋果汁 這是我們一貫的傳統 這個教練 所以說 這件事情就由我跟教練來笑 校長 那因為今天是 青森的第一次報導 那因为我们想要把这个班级赶快成立出来 好 让注册主能够顺利的边班 那我不晓得8月份还会带一次说明会 会 所以说到时候 如果你一确定会加入约企队班 也请你一起来共享受盛举 帮我们充充人气 帮我们充充人气 这样子看起来就不会分 其实你今天只来一个新生一个家长 我们还是会很清楚的 很有耐心的 把我们的预期队的原油历史 还有以后发展跟各位报告 不会因为你哪一个跟你哪一版 都会有差 有差 OK 好 我想最后的主要时间还是六分 下号令 谢谢各位加拿 谢谢